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正 歡迎加入阿正的廢宅小圈圈 本集將繼續跟大家介紹五部即將上檔的秋季日劇 開始之前一定要請大家把滑鼠移到螢幕右下方幫我按個訂閱 首先是昭瑞電視台的木曜劇場 將帶來由鋼田匠生主演 搭配鍾錦益以及蔡蔡旭等人演出的The Travel Nurse 同時這也是蔡蔡旭首度挑戰醫師角色 故事已在傳染病時代下的混亂醫療界作為背景 主角納須田是一名擁有執照的專科護理師 從美國返國的他將按迷樣的超級護士酒鬼組成搭檔 一同在天奶綜合醫療中心任職 本劇將接檔六本目CAS預計10月上檔 由曾製作花子與安妮派遣女王 以及派遣女一系列的中原美寶單缸編劇 接著是春口春奈主演的富士木曜劇場Silent 同劇演員包括小圓娘子以及捷迷斯團體Snowman的穆黑蓮 故事敘述女主角清雨在高中時被佐昌的聲音所吸引 共同喜歡音樂的兩人不久之後便開始交往 但在畢業之後佐昌卻突然消失從此音訊全無 直到八年之後展開新生活的清雨偶然遇見佐昌 才發現當年她因為罹患喪失聽譯的罕見疾病才不告而別 本劇是小圓娘子睽違五年之後再度重回富士劇集 同時也將在劇中首度挑戰首語演出 並由曾製作如果30歲還是處男 似乎就能成為魔法師的封堅泰術單綱導演 第三部是由小說改編的推理劇 《靈媒生探成種翡翠》 由清源果爺主演 搭配賴護康史以及小師風花等人聯合演出 劇情描述擁有臨識能力的女主角翡翠 能夠從事件的死者身上得到提示 作為偵探的她也因此破解許多複雜的案件 但因為擁有此項特殊能力 也讓她的生活變得孤獨 直到翡翠遇見人氣推理作家香月 擁有清晰思考的她常常連警方也自探不如 而香月也完全補上翡翠缺乏的邏輯能力 兩人透過結合各自的心靈及觀點 組成拍檔並推導出事件背後的真相 本劇由曾製作在不黑不白的世界 熟貓笑兒的左承有志單綱編劇 導演則是曾指導東京白日夢女 我家女兒交不到男友以及秘密內幕女警的反擊 《南雲聖衣》 近期的作品則有春季推出的《惡女誰說工作不帥氣》 本劇將接檔新信長公寄 預計10月開始在日本電視台的日耀劇場播出 接著同樣是日本電視台的作品 將在招牌的水時劇場推出改編至真人珍世的《First Penguin》 由奈旭首度在民放黃金檔單綱主演 搭配提真衣、林木森芝以及渡邊大芝等人聯合演出 故事敘述 單親媽媽何家帶著孩子移居到陌生的海港小鎮 沒錢沒工作的她為了溫飽什麼都願意做 某天她在打工的飯店遇見一名漁夫片綱 她提出用一萬日元請何家幫忙重建漁港 身為漁業樹人的她為了生活接下任務 但她完全不了解業界的常識和生態 面對一群顽固的漁夫 何家勇敢開闢自己的新事業模式 並將周遭的人捲進未知的世界 本劇預計10月上檔 由陳製作人衣、寄母與女兒的藍調 以及天國與地獄的生夏家子單綱編劇 最後是TBS招牌的日曜劇場 將帶來由山崎賢人主演的《原子之子》 演員群包括《沖下光瓶》、《暗井玄奈》 以及《范早愛》等人 故事敘述獨立遊戲開發者由她 不隸屬於大企業或和零售商有所跨溝 身為天才的她以《僵鬥》之名在業界活動 然而她卻因故離開遊戲開發界回歸寧靜的生活 此時一家面臨倒閉危機的 老牌玩具製造商Atom 為了突破與海外製造商的價格競爭 希望開發郵寄製造的新業務 但公司內部對於該領域一竅不通 於是他們積極尋找由她的下落 本劇由成製作麻煩一竹的神聲萬里將單綱編劇 並由99.9刑事專門律師的鋼本生吾 以及持續可能的戀愛的三世大夫單綱導演 總計秋季日劇預計推出的作品超過20部 除了這兩集介紹的10部作品之外 還有三田兩姐川榮里奈演出的 為親愛的我至上殺意 以及林悟生之搭配內田里央的自行車店的高橋軍 還有翻拍式經典劇集的炸氣獵人等等 都是值得期待的作品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內容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訂閱按讚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